IT全播报信息酷炫早知道 5月29日联发客在台北电脑展上发布了全新的5G移动平台 该5G平台基于7nm FIN FET打造 是全球首款采用ARIM KOTEX A77 CPU和MOLI G77 GPU的智能手机芯片 最大的亮点是它集成了Sili M70 5G调制解调器 有4.7GBPS的下载速度和2.5GBPS的上传速度 支持2G、3G、4G、5G连接以及动态功耗分配 对比高通通过外挂X50或X55实现5G支持的方式 联发客强调自家采用节能型封装要更优 能够以更低功耗达成更高的传输速率 为终端手机厂商打造全新的超高速5G解决方案 不仅如此它还采用了全新的AI架构 搭载全新的独立AI处理单元APU 支持更多先进的AI应用 包括消除成像模糊的图像处理技术 即使拍摄物体快速移动 用户仍能拍摄出精彩的照片 这一点此前联发客在交流会上也有所展示 比较对象为iPhone XS Max 联发客的人像虚化能力要明显更好 据悉联发科技5G移动平台将于2019年第三季度向主要客户送样 首批搭载该移动平台的5G终端 最快将在2020年的第一季度问世 联发科技5G芯片的完整技术规格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发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